大家好,我叫Isabel 从今天开始将由我和大家一起来学习Linux操作系统基础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课程 首先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课程的主要内容 那我们这个课程主要给大家分为了六个部分来讲解 第一个部分我们会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Linux操作系统的一些基础知识 包括它的发展啊,结构啊,以及特点啊,等等啊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Linux操作系统它的一个安装 因为我们要使用它,所以我们首先要在我们的电脑上先把Linux操作系统先安装上来 第三个部分呢,我们会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Linux操作系统 它的文件系统,相关的一些基础知识 第四个部分呢,我们会详细的来讲解一下Linux操作系统它的一些命令使用 那么我们知道Linux操作系统呢,大多数时候呢,我们都是通过命令的方式来使用它 尤其是在我们的签诱式开发的时候啊,做一些底层开发的时候 更多的时候我们用的是命令,很少用图形界面啊,虽然它也支持图形界面啊 然后第五个部分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在Linux操作系统上如何进行应用程序的安装和卸载 然后第六个部分呢,我们会来介绍一下在Linux操作系统中一个文本编辑器 VI它的一个基本使用啊,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Linux操作系统的基础知识 这个部分,我们要学习的一些主要内容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首先呢,要学习 要了解我们的这个Linux操作系统的一个发展啊,了解Linux操作系统的一个发展 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理解Linux操作系统它的这个特点啊 然后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要掌握Linux操作系统的一个组成结构 尤其是这个组成结构,它是我们的一个重点,也是难点啊 我们考核也是考核它啊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会有一些常见的一些小名词啊 这个我们在课程中也会讲到像Kernel,Shell,Abbashell,Sathell这样的一些名词啊 好,那么我们先来进入我们的第一讲 第一讲呢,我们会来给大家介绍一下Linux的发展,组成结构和特性啊 那么先来说一下它的发展 发展呢,我们要从这个Linux的一个人啊 发明这个Linux的一个人叫Linux啊 那么他在大学的时候呢,他学的是Milux啊 是一个Ulux系统,那并不是太好,也不是很完善 然后呢,这个呃,在91年的时候呢,由这个Linux呢 他自己呢,就去写了一个保护模式下的一个操作系统啊 呃,大概是91年10月的时候呢,他就把它写好了啊 当时呢,这个系统呢,大概有8000行的代码啊 那么是最早的一个版本,我们叫做0.01版啊 那他呢,是把它放到他们大学的一个FTP 服务器上共自由下载 当时呢,知道的人并不多 主要是一些黑客去访问了他 并且对他进行了一些修补啊 然后这个更改啊,完善啊,等等 那后来呢,这个Linux呢 将他的这个Linux呢,就加入到了Glu 啊,Glu对这个Linux的发展是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加入这个Glu以后呢,他就遵循了一个GPL的协议啊 那现在呢,GPL已经发展到GPL3了啊 他是一种非商业用途啊 遵循GPL协议,非商业用途啊 就是说他允许开源,开源免费嘛 但这个免费主要是非商业用途 如果你是商业用途的话,也不会是免费啊 他允许开源,然后分享传播和修改 这是因为他加入了Glu以后 Linux系统遵循这样的一个协议 所以说有更多的一些组织和优秀的一些程序员 就是来使用这样的一个系统 并且对他进行不断的修改,不断的完善啊 那么涉及到一些内核的修改呢 都会经过这个Linux这个人的一个审核啊 那么发展到现在呢,我们说内核的最新版本呢 已经到了4.1.4了 所以你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发展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快 当然基于这个内核之上的Linux本身这个操作系统的版本呢 那据我了解呢,也至少有300种啊 这个就是Linux系统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发展 大家了解一下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要来重点讲解一下 Linux操作系统一个组成结构 那它的组成结构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图啊 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一个Linux操作系统呢 它主要的组成结构呢,是由三个部分组成 一个是包裹在这个硬件之外的叫做kernel 我们称为内核 啊,称为内核 那在内核之外呢,又有一个叫做shell 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file systems 文件系统 然后最外面呢,我们看到是用户 也就是用户是通过shell在使用内核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图看得到,对吧 那什么是kernel,什么是shell 对吧,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具体的来了解一下 kernel我们叫做内核 它是包裹在我们这个硬件之外的 啊,那么我们要与硬件去打交道 都要通过这个kernel 所以说这个kernel它里面呢 都是一些非常核心的一些程序 系统程序 它呢,可以用来管理我们的硬件设备 管理我们这个系统里面的进程 内程,交换空间,文件系统 精灵进程 精灵进程其实就是守护进程 啊,那么它是包裹在硬件之外 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它来使用硬件的 所以说它可以控制我们的系统程序 与硬件之间打交道 这样的一个功能 啊,要通过它来使用 所以它里面都是非常核心 非常底层的一些程序 然后shell呢 我们说是包裹在内核之外的 叫内核之上的 对吧,叫外壳shell 它是包裹在内核之上的 而且shell你看呢 它是位于用户和内核之间的 所以说我们说shell呢 它的作用呢 是提供了一个人机交互的界面 它是我们用户和内核之间 打交道的功能 就是说我们是通过使用shell 来使用我们的另一个操作系统 啊,而大多数时候呢 我们说另一个操作系统呢 是通过命令的方式来操作的 啊,所以说我们说shell呢 它又有点类似于 像我们windows里面那个command 我们知道你运行command 它是一个黑屏 对吧,然后一个命令窗口 你可以在里面通过命令来操作 这个shell就有点类似于它 啊,那我们是通过命令方式来与kernel打交道 所以说shell它其中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它可以解释我们用户输入的命令 操作命令 那么随着Linig操作系统的这个版本呢 不断的发展呢 那么shell呢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不同的shell呢 它对命令的解释不一样 但我们不用管它,我们只是使用它 啊,常见的shell呢 有最早的一个shell和kshell 还有像sathell后来的shell sathell和后来的bashill bashill实际上是对最早的这个brownshell的一个升级 tshell啊,这里都是不同的shell 那么这些不同的shell 我们最常用的 就是现在的Linig操作系统里面 最常见的两个版本就是sathell和bashill 啊,那么不同的shell呢 它在这个使用命令的时候 它的命令提示服务也会不一样 我们后面安装了Linig操作系统以后 大家会进一步的了解到 可以去验证一下 那么常见的shell和bashill 在管理员的用户情况下呢 它的提示服务是警号 而在普通用户情况下呢 它是一个dare号 如果是sayshell的话呢 它的管理员用户呢是警号 而普通用户呢是百分号 也就是说如果以后你们再使用Linig操作系统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这个提示服来区分 如果你看它是dare呢 那么它应该是一个bashill 如果你看它是个百分号呢 那么应该是个sayshell 这就是shell 然后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说是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呢 当然是用来组织管理文件和目录的 那么文件系统具体的一个情况 我们会在后面专门来讲解 那了解了它的组成结构 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特性 那Linig的特性呢非常的多 首先呢是多用户 那么Linig是这个多用户呢 我们说它支持许多用户账户 而且可以让多个用户在同一个时间 登录到系统中同时工作 每个用户呢还可以自己去定制自己的一个环境 而Linig是这些用户呢 它启动的这些应用程序啊 都是在Linig的服务器上来运行的 而不是在桌面PC 这不是终端运行了 这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Linig的操作系统是可以作为应用服务器的 而Windows NT我们知道 它许多程序都是分为服务器端和客户端 应用程序并不是完全运在服务器上的 对不对 你像我们的DOS控制台运行 就能说明我们的Windows NT跟Linig多用户支持上的区别了 然后第二个呢 它的特性呢是多任务 它可以同时运行多个程序 而且这些程序呢 不仅仅是我们用户在线的用户所启动的程序 还有很多是本身 Linig系统本身自带的一些系统后台运行的进程 那它能支持多任务呢 当然就有它的这个多进程多现成的一个机制 那第三呢 它支持多平台 那么应该说Linig是所支持的平台是历史上最多的了 像有Sung的Spark 还有这个Apaq的MacTorch 像PowerPC 还有像惠普 还有像英特尔的X86 X86系列的这些计算机 那它都支持 包括像PDA的一些装置 它也支持 当然 之所以能支持呢 主要是得益于我们Linig这个操作系统 它大部分的代表都是由C语言来写的 C语言呢 具有比较好的一次性 尤其是在对于这个不同的这个硬件平台 然后第四个呢 我们说它也支持图形化的用户界面GUI 因为Linux呢 它传承了我们Ulux强大的图形用户界面 X-Window这个协议 X-Window呢 是支持图形化应用进程正常工作的一个框架 一个协议 它可以与我们GUI应用进行通信 并在X服务器上进程 在X服务器进程上来进行显示 然后另外呢 我们说它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的硬件支持非常好 Linux对硬件的要求是非常低的 所以说它的这个移植性也比较好 就是你非常低的配置 你都可以去跑Linux操作系统 还有非常强大的这个通信和联网功能 它支持种类繁多的像网卡呀 调制解调器呀 串行等连接设备 而且它也支持局域网的一些 像Token Ring啊 还有像这个AzherNet这样的一些协议 而且它还内建了很多上层网络协议 像TCPIP啊Nervo啊这样的一些协议 并且呢 它有各种的一些软件包 它可以提供一些各种软件包 来我们来搭建像文件服务器啊 打印服务器啊 Web服务器啊 等等 没有服务器啊 等等 另外呢 它对应用程序的支持也比较强大 它可以这个支持像有编辑器啊 编辑器像VR啊 图形化的 Gedit啊 编程工具啊 GCC GDB啊 这些都非常 都有 Mac呀 数据库像MySircle 还有像Oracle 办公软件 像我们比较有名的Core WorldPerfect 还有StartOffice 等等啊 图形处理 也有像上XView Greenpool 啊 SnapShot 这样的一些图形处理软件 啊 网络应用 像网警 Nexcaper Communication 还有Apaq 啊 游戏 当然就更多了啊 游戏 等等 也都支持啊 好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那么在这一讲里面呢 我们重点要去掌握的是Ninux超系统的一个组成结构 以及它这个结构里面的作用 啊 结构里面的作用 了解一下它的发展和特性啊 好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一讲 再见 再见